你们回家吧 就是晚上做饭的时候 这边门上饭 这边就插这个萝卜丝 下着丸子 那饭也好了 我这个菜也完了 20分钟 20分钟就吃上 美味可口的丸子 同事们 同事们 我今天给大家再做一道 暖心又暖胃 还简单的一道汤菜 叫什么 叫穿丸子萝卜汤 我们是不是老引记 老引记就是 关心我们上班族 特别是年轻的统治们 回家也用很短的时间 做出非常可口 称心的菜肴 请开始你的表演 好嘞 这是肉馅 是二肥八宋 前草 和梅肉都行 我们现在把这个葱姜 先搁里头 微微口 再搁上点盐 一勺盐 再搁点胡椒粉 都是加糖调料 加糖调料简单的很 简单的很 好了 为它嫩加点清水 对 师爷选这个二八比例 也是这样吃起来吧 不柴 有点肥肉 很香啊 很嫩的 顺势针 一定要顺势针 师爷还有今天这个 师爷做完的还有个特点啊 就是不放 变成 哎 让它嫩一方 这也就半碗水吧 一点给它打进去 半碗水进去了啊 主要是要这吃了 我们现在给它加一点啥呢 半叶啊 这也是不能一次性的加进去 加进去伤水了 把那个肉馅 半斤肉馅 半斤肉 看今天老隐穿着丸子啊 保证让你一咬一包损 还得嫩 嗯 切一口 下二口 是吧 哎 香油加进去 最后了吧 对 最后香油 封口 啤嚣 对 好了 我们现在让它腌一会儿啊 入入味 我现在切萝卜 白萝卜 切丝呗 切丝 北家要是切得不太好 就撒 对 方法 茶碗一撒就OK了 这个白萝卜 它有啥好处呢 这个白萝卜比较嫩 鲜味还足 鲜味还足 萝卜气还轻 一会儿焯一下萝卜气就好 是 切成丝啊 这个丝呢 不要太粗了 焯一下啊 萝卜气是吧 焯一下萝卜气 开锅就行啊 就焯开 这是萝卜 哎呀 漂亮 看 这小娃娃就 就吃虾眼泡是吧 对 水不要大开 看什么呀 这说大锅行 因为一下一下 这温度就下来了啊 看谁的这手法 就是这么远的 好几 再加几个碗 就是谁啊 嗯 很有钱 这时候就小火是谁啊 小火 不要大火 给它养熟 对了 看见没有 现在呢 就是给它养熟啊 啥叫养熟呢 就是小火 撕开撕开 撕开撕开 你挖挖开 我跟你说吧 那王子吧 也老 不整齐 你现在养熟 看这个 轻味 它现在呢 都飘上来了 熟了 是不是 对了 哎 这就是穿完的技巧啊 就是个荒芜纸 是不是 对 一筒就破了 就知道了 我浇完了 你们回家都能做 当时你别忘了捞银呢 你给捞银点一下子啊 给来个小红心的啊 小红心的 你还吃的小红心 给老爷爷点一下子啊 抖得太多了 对了 来 老鼠啊 老鼠 看这碗子 一边辣 你感觉它的嫩度了吗 你看这吃餐味 对对 你看这个嫩度 你看这个嫩度 对 你看吃餐味这个嫩度 你说那么好吃吗 就太嫩 这就是 这就老了 哎 看这嫩度哈 这清清汤吗 谁啊 对 我要清清汤 用这个圆汤啊 对 这个圆汤化圆石啊 对 我把汤清一清啊 下萝卜丝 来 来两勺盐 胡椒粉 一勺胡椒粉 来点味精 好嘞 一点就行啊 粉丝啊 这泡好的粉丝 泡粉丝 缸起 来点枸杞 来点枸杞 碗子 哎呀 这个果子呀 这下汤 你喝去吧 一个袋 越喝越像 就是美的 开锅加香油 完美的 出锅了 像样 大厦接待的时候也经常上这趟啊 反应都是非常好吃 这个季节就是这样 太耐心了 完成 完美复刻 穿完的萝卜粉丝汤 OK 师爷 我尝尝你这碗子 你说是嫩啊 对啊 你看嫩不嫩 这眼汤尝尝尝吧 倒是嫩嫩 那我要是说 叔叔 这不夸张啊 不处一把 不特别的鲜嫩 而且肉香味很红 叔叔啊 我们在接待部门呢 就是说 考试的时候 考串碗子的 这是个蓬布 就是考 让它吃着这个 里头有汁 非常嫩 非常圆 这萝卜的实点味 它俩也结合啊 太美了 而且师爷 你用这个圆汤不扔掉 用圆汤做 对 这个呢 回家了 分丝嘛 你们回家吧 就是晚上做饭的时候 这边闷上饭 这边啦 就擦这个萝卜丝 下着丸子 那个饭也好了 我这个菜也完了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就吃上美味可口的串丸子 哎 这真不夸张啊 小点口 谁也很硬 太鲜了 走了 师爷 再一次转走 你给师爷留两口 留留 肯定要留 每日烟火器 尽在 劳野鸡 我吃了一整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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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心